其實我必須想知道 縱使你可以寫很多文材 文材很優美 可是現在其實 某個層上其實大家蠻依賴照片 是不是 照片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照片有時候一張照片 就可以判斷過替 像這張照片 你這個姿勢都留了 而且 自己 自己 自己放自己 所以我一次說 對不起 所以我一次跟他講是說 如果沒有照片 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拿這當一個 當個例子 如果沒有照片他只用心 事情會不會這麼大條 不會 第一個 我會覺得 你看不到那種 讓你覺得很抓狂的動作 第二個 他也可以否認 我寫錯了 我那天是做夢的 不是真的 沒有去 可是當你 拍到這種照片 這種照片 這種姿態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 其實有時候 現在社會 這點 蠻殘忍的 就是說 大家對於一些東西的刺激 會很強烈 那種強烈的確會造成一種 社會的 雨露霧壓力的那種 整個就是 就是 新聞為了 就是說它會造成一個 但我覺得說 那是一個互相 其實新聞的事件都是這樣 你被爆料 你被抓包 你被爆料 你被抓包之後的反應 就 我們就有點像 我們在打那個 乒乓球 或者是那種 它會不斷的去震盪 那 你的態度 會造成那個震盪的人 有時候 你說東方人 或說人就像什麼 呃 身手不打笑臉的人 然後什麼你知道是 真心認錯 或是比較是那種 大家就會比較是 就是比較沒辦法說 但是如果你還 你明明已經錯了 然後上次會有一點工分 或者你的身分 就讓人家已經有一點 覺得 火力比較高 或者 那你還擺出那種姿態嗎 就造成這樣 對啊 弄得越來越僵 然後 現在不是大家有種 你看 今天那天在寫說 幾個星星都 都化了 那 從哪邊出來 一張照片 那照片自己 那 那 好 這是一個 比較不正確的示範 可是 反過來 好 一樣 其實我現在是說 大發大家來講 你看 但是那天我去拍那個 就整個像野心整治 挖到真的是 很扯 那我意思是說 其實很多東西變成說 你要讓人家去知道那個地方的重要 其實這個東西很現實 你去用形容的人家都 看不出來 或不會辦法直接感受 可是當你有一張適合的照片的時候 是不是 你看現在所有的爆料的東西 幾乎他大概都會有一張所謂的 我們講的 什麼一照定生死 有圖有真相這種 這種 這種 那 怎麼去取得這樣的一張照片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情 也是 假設 這不管說 不一定說 是負面的爆料 包括你說哪邊很漂亮 比如說 那個 前一陣子那個 那個 黃華什麼 黃什麼 黃華什麼 黃華什麼 你看喔 最早是 不是記者拍的 也是網路的那種 可能就出在 我覺得應該就叫你出在那邊 他拍了第一張出來 是不是很捲動 媒體 真的這麼漂亮的照片 我去哪邊拍得很漂亮 然後媒體登了之後 媒體登了之後 一頓就開始擠過去 那個照片一直出來 是不是 可是如果你沒有那個第一張 你只在講說 整條路長得 滿滿的黃花 整條路長得 開滿的黃花 那是一個什麼 那是一個什麼 那是一個什麼景象 所以 現在 而且拜 而且拜現在 網路 好 我們這樣可以直接講 網路 其實它是一個很需要照片的 空間 你自己講 不管你 可能大家 FB不合都有 你去把照片放上去 跟你都不放照片 然後先買文字 不要說別人看 你自己心裡看 別人看就是照片 是不是 好 所以 能去拍 很重要 可是我必須講一下 是說 像我前面講的 你不要只拍的人就走 什麼都搞清楚 然後寫了一堆 倒算自己也有事情 是不是 如果寫錯的話 所以 除了拍之外 是不是要回到前面 要去問 要去了解 你那個照片就開始想個理照 好 然後 這個 其實這之前我都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個 真的滿重要的 我想說 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迴謀 這個就是所謂的 迴謀 或者 那個沒有分什麼 頂多你說你是在 記者會加重 是因為你是在大眾媒體 法官會覺得 因為你大眾 你網路可能沒什麼幹 只有死肯知道 造成損害不下去 那為什麼記者會比較嚴重 因為記者他是在大眾媒體 一次可能是 二十萬難感 三十萬難感 他覺得你 你造成損害會比較大 所以是加重 可是 本身的東西都是一樣 那就是一個我 幫我講 就是涉及啦 不是說這是我把 可是我反過來跟大家講說 不要因為這樣就把自己嚇死 沒有這回事 其實 不管是記者 或你個人做任何的 報導記載 陳述 紀錄 其實有幾個 有幾個 幾個準則在上面 真實所見 你真的看見了 是不是 你聽說我看得不一樣 他說我不相信 我真的看到了 是不是 但是 我真的看到 或者 講成 某某某告訴我 那差多少 是不是 你看前天網路上 還有照片 那個 大虎那個 不正宿所 你看 人家都還有照片 是不是 你說他不像 可是看越看越像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說 真實所見 真實所見 就是你真的看見的東西 然後你把它講出來 你不要偏離太多 你不要去添加 你真的看到那個東西 那撞死你想的有錯 但是 那還是你真實所見 哦 如此所述 親的聽到 你照著他這樣講 某某某 我們這樣講 還那種東西 你去陷害人 他跟我講 他跟我講12345 我就講說 他跟我說12345 那 萬一有事的話是他有事 我是 我是傳輸 那差別再是說 假設 我的部落本比較有 你比較沒有 那我要負責是 把那些東西散布的 散布的那個部分 可能我要負責 可是 講錯是你講錯 所以 懂意思嗎 可是你如果沒有錄影 或者說錄音的話 他可以說 也可 對 答案可以Line 所以說這東西到時候就 15 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去聽 他們就說 那記者 記者弄錯了 對啊 他講沒有錯 所以 有一些東西的話 是這個時代 到處拿著錄影 去給人家錄音錄影 其實蠻怪的 但是我必須 也是答案另外一個說 除了錄音錄影 除了是一個 是一個所謂 就是 確定有這樣的一回事 其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是保護記者 不然的話 我想保護是一個 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 你也不一定聽得很清楚 OK 都OK 反正我意思是說 像有時候我出去 有時候 除了一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要做影片 我會專長錄 否則有些東西 他也會特別去錄 那 我想 這個社會 至少還有一件事 在於是說 只要你不是兩個私下交代 有第三個 民主 縱使你沒有錄音 他也不太好是去推他 一趟換錢 你懂我意思 如果在講的時候 有四個人在這裡 縱使四個人都沒有拉 錄音機 我也不太意思說 我都沒有講這句話 頂多在那邊休東休息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有時候我會去 錄音錄影的目的在哪裡 那就是一個所謂 傳播的效力 你知道嗎 那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我去那個宜蘭 然後就是 最近不是那個農滴那個嗎 然後中間不是罵他們說 要重點去別的地方走嗎 其實他講了三次 他講第一次的時候 我在那天 你怎麼講這話 我說 他還不走 他還還在 還在對那幾個 那個 手複弄地的那個 還在那邊 走啊走啊 他就很合理 我發現他們會在講 我手機都拿起來 你為什麼 為什麼 我 不單是為了自保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 讓那個社會公主 對 上十二公里是一個 我跟你講 人很好 為什麼 我們會喜歡看 YouTube的那個小孩子兩個 在那邊 演蕭韋 有沒有 那個兩個 兩歲的在那邊講話 看半天一直講 沒有 是不是有那個 你懂我意思嗎 有一些東西 一樣 回到我剛才講的 你用寫的 多不夠 他 他真正表現出來的 那麼精采 你懂我意思 有一些人 講了兩句話 你真的把那個話 哎呦 沒什麼大不了 你話拿出來寫 寫成不是 不精采 不精采 你真的把他講那個話的時候 的嘴臉 態度 語調 原因重現 齁 那真的很精采 懂我意思嗎 所以除了保護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 對啊 你當你看到那個人 是這麼樣的態度 去對那些 想要保護努力的人 講說 你去保護的精采 你知道嗎 那是會引起 人家的生氣啦 真的是會讓人家很生氣 那個生氣不是說我不要 不是說誰要去害死 而是 你想去呈現一種東西 這個社會已經沒有價值了 其實很多東西 你當然知道它不對 我也知道你在做 你 定定著 你去賺你的錢 你去 你去 毀壞你 那是 或者說你的自由 你 你沒那麼公開 我還沒話講 你居然已經到那種 你知道嗎 我 我破壞是對的 然後你在愛我如何反之錯的時候 那整個社會價值是顛倒的 包括我們剛才看那張照片 其實大家真的在在意 我跟你講可以去拍照 到後面沒有什麼罪 沒有到那麼狂 可是大家所在意的是什麼 是那個價值當 你懂事說 我覺得這個社會就是很奇怪 我錢賺不了比你多 我不一定比你有權 可是我一直覺得這個社會總該有一個 道理 你知道意思嗎 總該有一個道理 總是很多時候 我知道那個道理不見得 是按照我心裡想的 在心裡 一樣的 有錢人排前面 老師去騰那些 啊 等等等等 就是那些 我們這樣講你心裡 你心裡覺得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總是他不斷的在你的身邊發生 可是你還是希望 至少在一個公開場所 在大家嘴巴講出來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道理 可是當那些 占盡便宜的人 站出來都可以那麼沒有道理的時候 你真的就抓狂 是不是整個社就抓狂 因為你破壞那個 那個 那個大家 明知道不可能達成 但是盡量要去維持的規則 是不是 這樣講 這樣比不大 有人就喜歡吃女孩子的兜 可是問題是 我突然說私下兜子 當你變成是那種光編 光額 然後覺得說 沒什麼不對的時候 你就是欠罵 你就是欠罵 欠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所以我意思是說 OK好 我出事所述 就是你那個東西是你 聽到的 然後你來陳述 然後第三個 非二一 我先講這個 這個東西不代表 你就無罪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你到法院去的時候 法官檢察官會依偎這些原則 竟然他也不太願意去判你工作 因為他有一些 他覺得 有一些還是在言論自由的制度上 什麼是非二一 我不是報紙頭 我不是報紙頭 你的頭髮來看 這是市場 這是市場 因為你為什麼講他頭髮來 是不是 是不是 欸 你怎麼被把老師 帶來辦公 帶來學校 是不是 這是公 這是公公的東西 不是惡意的 而是說你是一個 站在某一個善業角度 那個媽媽在那邊 大作心轉不上他 是不是 那就 你應該講說 我腳痛 不是惡意 你懂的是嗎 你的出發點 你去講任何事情 講出任何事情 基本上你不是惡意 但是你也造成了錯誤 那個東西 不是說沒有的罪 他不見得就是 完全一定會被 然後還有一個咳嗽公平 咳嗽公平的事情 其實 包括很多 不管你是讀者投訴 不管我們在寫官來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咳嗽公平 這個東西是在 我們剛才講的道理那兩個字 是可以被去 去被評論 那在評論的時候 有人覺得 無力咳嗽公平 對啊就是你講說 去別的地方中 為什麼不能說 不能說 你懂意思嗎 所以 這邊有四個原則 我只能講說 他是一個避者 就是說 怎麼讓你在從事所有的 寫作報道 創作等等紀錄的時候 避免你自己去處罰 或者是 就算你處罰 他也是可以讓你自己變得比較沒有辦法 你懂意思嗎 那如果你是違背這些的話 又不是你看見的 然後聽到的 又自己亂添加一堆 然後根本是在暴私草 好像那房東的事情 如果 這裡面已經牽涉到那種 因為這裡有 私人利益在裡面 如果你在這裡又牽涉到出來 你可能是 惡意暴 很多人是這樣 被抓到的命令 你是毀報 或者 犯案給你 然後 又不是咳嗽公平的事情 是不是 有些東西 比如說 尤其最近那種性向 老是在拿人家的性向 我 我覺得那一點 不是很好 包括 包括總統 不管他怎麼樣 我覺得去拿人家的那個 不管是性景象 或者什麼啊 什麼那種 扭扭連連 我覺得那個就不是 你可以去憑他的一個 一個的東西 就是說他的事證 有沒有一點可以講 可是我覺得一些東西就是 你就是這樣 那邊 9月中的大大公信已經是 妨礙到公共利益的人 好 這是一個 好 嘿 到9點之間 9點半 9點半 OK